另外我们带您看这是泛兰的分裂吗 现在宋楚瑜坚持要选到底 还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花莲县长傅昆奇上节目接受专访大爆料 他说国民党口口声声马宋合作 但其实宋楚瑜方面根本不得其门而入 傅昆奇讲他抱病北上要来谈马宋合作 但是国民党内的大佬都一直推 都没有被授权谈合作 他也痛批马总统的操盘手金普聪 认为稳赢了不需要拉拢宋楚瑜 这样的举动让他觉得马总统跟金普聪都太骄傲 曾说过马宋双赢大格局 宋楚瑜选总统最大靠山就是花莲县长傅昆奇 抱病亲自北上争取马宋合作 没想到这回节目专访大爆马宋会 根本不得其门而入 很让我好奇的就是说 国民党到底啊大门在哪里 我们不但找不到大门 连侧门后门都不晓得在哪里 打开天窗说亮话 傅昆奇直批国民党对外谈马宋合 根本无地方时 就连党内大佬也没被授权谈合作 直批马总统 有了操盘手金普聪就好像赢定了 简直像之骄傲的攻击 这个金普聪先生透过中央设明天总统选举态 很明显 如果人民有不同的选择要选其他候选人的话 胜负的得失最小 古今中外 大概没有要得天下的人 在选前最后关键时刻讲啊 这个已经赢定了 要投给别人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怎么care 傅昆奇出手轰蓝赢 头一个就是对准马总统的心腹金普聪 实在看不下去 马金体制坏了国亲情谊 还说马尊重宋 装模作样 傅昆奇再替宋主席抱不平 一年三节送一篮水果 我想啊 我当县长 我一年三节我都送村里长水果 并不是一个 这个领导人的格局要去讲的 两名同事昔日 老同志这回复昆奇 易改过去 何事老身份 不想在居中穿线 拆穿国民党谈合作 唬人把戏 决定选边站 不放弃 永远的老省长挺到底 三十月黄宝同志 陈贝廷台北采访报导 好那么继续我们就要带您看到 就是LPGA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